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完了 创建数据表时的一些完整性约束条件 也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让大家重新来创建一下我们之前创建过的表 来用上这些完整性约束条件 那接着呢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写上一个我们的用户表 之后呢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跟我们表结构相关的一些内容 当你发现你的表创建完了之后 表名你想换一个 或者说当你发现我们的字段缺少了 或者说字段的类型字段的名字你需要改变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修改表结构的一堆命令 来帮你实现这个操作 那首先呢我们先一起完成一下我们的用户表 好创建一个用户表 好创建一个用户表 我们创建一下看一下show tables user10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写上一个user10 首先编号我们叫id 我们的用户可能有很多small and t 无符号的and send 主件key 自增长auto increment 以后你会发现 我们创建的表第一句话基本上是固定的 除了我们这个类型 需要根据你存储的范围来决定 其他的这几项都是一定的 再往下我们的用户名username vx变长字符创20 不允许为空就必须要给值 而且要求这个用户名是唯一的 可以通过unique unique 你可以省略这个key 接下来还有密码 password 密码呢我们选用定长字符创 也是必须要填写not now 再往下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性别 或者邮箱email vx写成一个50 必须要填写not now 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默认值default写成一个 假如说写成我的邮箱 qq.com 接着再往下还可以有什么呢 有这个年龄age 选用tinynt就够了 按send无符号的 可以给他一个默认值default18 接着还可以再来写成一个地址 addr vx200 not now default 北京 地址 还有薪水 salary 写成一个float 6 逗号2 可以为空 接着再往下 再来一个 注册时间 pop time ig time 写成一个 用整形保存我们的时间戳 按send 接着再来一个头像 face 选用我们的vx 或者x 因为一般头像呢 我们都是上转上去的 图像的这个路径 保存上传文件的一个路径 那我们选用大概 100 肯定够了 不能为空 但是呢 我可以给他一个默认值 新注册的用户呢 可以给他一个 udefault.jpg 当作的默认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该用到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基本上也都用到了 再来一个性别 sex enumber 男 女 保密 默认的是保密 default写上一个保密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我们再来 可以指定一下存储引擎 或者不指定 都使用默认的就可以 把这个表创建成功 user10 来查看一下它的表结构 user10 你会看到 按照你键表示 自断的一个顺序 包括的类型 约束 都已经显示到这儿了 是否为空 是否是主键 是否为一 是否有默认值 包括是否自增长 那接着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假如说 现在我的表名 我不想叫user10了 我想叫什么呢 我想叫user11 那这时候呢 就要需要修改这个表名 当然你说我可以重新 创建一个 把这个表删掉 重新创建一个可以 但是呢 如果表中已经有数据了 你还需要把数据导出来 接着呢 再创建一个表 再把数据导进去 那这样就很麻烦 那在我们买seco中呢 就给大家提供了 这样一些 跟表结构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首先看到 想修改表名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可以通过alt语句 alt table表名 通过rename关键字 可以有to或者是is 也可以没有 加上新表名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将user10 重命名 乘user11 首先alt table 你要对哪个表进行重命名 user10 接着通过rename关键字 可以写to 新表名 user11 那接着你看一下 成功 那接着你再show tables 你看到 已经变成了user11 你看到已经变成了user11了 那第二种我们还可以通过 再把它变回去 alt table user11 rename as user10 用as也可以 成功 再show tables 你看到又回到了我们的user10 那接着这个is和to 我们也可以都省略掉 可以直接来写 alt table user10 rename关键字 直接就写成一个user11 再把它变回去 这个to是可以省略掉的 又成功 再查询一下 你看到 user11 这是通过第一种形式 alt语句 那第二种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rename关键字 rename table 原表明to 新表明 注意 这里面的to 是不可以省略掉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试验一下这个语句 rename table 原表明是user11 to user10 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可以把它 修改成功 接着我们再来查看 show tables 你看到 又回到了我们的user10 注意 这里边的to 是不可以省略的 如果你省略之后 你会看到 报这样一个错误 rename table user10 user11 你看到 语法错误 这一点 需要注意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来学第一个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表创建成功之后 再实现一下 将表明通过两种形式 重命名成新的名字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